欢迎大家来到导师阶段,也就是第二季度的学习,从这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过去的几周我们围绕着与神亲近建立发展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这个主题,讲了很多,盼望这段时间里,你们在信心和与主同行的道路上都有所长进。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要开始谈一谈如何分享你的信仰,给别人讲论基督的福音,我邀请到一位我亲密的朋友,伟恩霍金斯。 伟恩,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跟大家讲讲如何给人传福音,分享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单要跟神建立关系,也要与人建立关系,我们与人建立关系,就会想给他们传福音。 顺便介绍一下,伟恩是路易斯安娜州亲信会的福音部导主任,更重要的是,他是我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了,我们从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对,都50年了。 是的,基本上是半个世纪了。 是的。 有你这个朋友太好了,我先来分享一下在我最近一次谈话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希望你能点评一下。 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带领我们进入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最近我在服侍一群伊朗裔基督徒,有一天,我跟一位牧师和他教会的一位弟兄一起吃早餐。 这位弟兄非常爱主,心中火热,向别人传福音的热情很高。 他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也是一位教授,在大学工作,他跟很多人分享了基督的福音,他非常勇敢,分享福音的方式也很有创意。 这位牧师说了这么一句话,哦,这位弟兄非常有传福音的恩赐。 结果这位弟兄很快地回应道,没错,但是不单单是我需要去和别人分享耶稣,每一个认识主的人都需要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分享基督在他们的生命里所成就的事。 他们需要去分享。 你的观点是什么? 对这位弟兄的说法,你如何看待? 我认为他说的太对了,如果你去看圣经的经文,你会看到在新约《试图行传》八章里,门徒们四处分散。 我想应该在第四节的经文,就提到那些分散在各处的人都在传福音,我们时常这样想,这是教会牧者或者领袖们的事情,不是大家的责任,或者这是教会里面那些有传福音恩赐的人该做的事。 但是,你看看圣经里面提到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里头实用的词是传道,意思就是他们都在分享基督的福音。 嗯,你回过头再读第一节经文,你会发现,使徒们都还留在耶路撒冷,可见四处分散去不到的并不是使徒们,而是那些信徒们。 因此,分享福音,分享耶稣在自己生命里成就的大事。 好的,谈到责任这个词,我希望咱们来聊聊这个,责任与欲望。 有时候,我们就是不太想分享福音,但我们仍需要去分享,我发现有时候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是我们分享福音的最好的机会。 所以,请解释一下,你刚才提到的我们有责任和别人分享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我们是有这个责任的,福音传给了我们,但传给我们之后,并不能就止步于我们,福音永远都在传给别人,从别人那里又传给其他人,这何止是一个责任?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些,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不得不,而是得以去做的一件事。 我得到了机会,我很荣幸能和别人分享福音,那改变我生命的,也能改变那个人的生命,唯有靠着福音才能够彻底转变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这不单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个机会。 正是如此。 正因为我们承受了救恩,我们才得以跟别人分享这个大好的消息。 而我经常发现,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在全世界培训人,我知道你培训了巴西,路易斯安那州,以及全美的人,你训练人们去跟别人分享他们在主里的信仰。 但我发现,如果一个教会的领袖,以为牧者没有传福音的激情,那会众就很难有这种激情。 确实是这样,你知道牧者去装备别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言传神教,他要在会众面前亲自演示,他如果去某个地方传福音,就把自己的会众带上,他就会讲述福音的故事。 你是以耶稣为夸口,而不是夸口自己,但是当你起身到了那里,开始准备要为某个信主的人施洗时,你到过他们的家,或你在哪里碰到了他们,跟他们建立了关系,又领他们归主, 人们需要了解这个过程,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领袖就是这么做的。 当领袖跟人们讲论传福音装备人们怎么做的时候,他知道该怎么做,他亲身示范过。 当你去读《以福所书》四章里面说到, 神赐下各样恩赐给教会,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教会的领袖或团契的领袖应当尽的责任,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在这些职责当中,有一个主要的职责就是对那些尚未信主的、失丧的人传讲福音。 你做牧师的时间远比我长,我是一个步道家,我发现的一件事就是,这就是神对我生命的呼召,他把传福音的恩赐赐给了我。 是的。 一分享福音,我就会像充足了气一样,超级兴奋。 我最大的喜乐之一就是看到人们都来归主,不过我也明白,我的责任不单单是自己去传福音,同时也要去帮助别人,帮助每一位基督徒,去和别人分享基督在他们生命里成就的大事。 所以我们把这个阶段的学习叫做导师阶段,我们不仅希望大家能够跟别人分享福音,也希望教会能够被点燃,对基督有无比的热情,乐意和别人分享主基督的福音。 接下来的十二节课程,我们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教给大家一些方法,可以说是领袖的工具箱,有了这个,你就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去装备其他人,这是我们的目的。 你们会更擅长分享信仰,分享福音,也会更懂得如何装备其他人,人们都需要一个切入点,不同的人个性也不一样,比如一个内向的人。 你知道吗?这个人可能都不怎么跟妻子聊天,更别提根邻居了,所以你得找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法,帮助他去分享福音。 对于外向的人,我们也有一些方法,这种人往往迫不及待就要出发,就像你说的,跟充足了气一样,我们可以帮助他预备得更充分。 在新约福音书里,耶稣和别人分享福音,我想大概有52次,每一次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不同的人,要找不同的切入点,用不同的方式。 在接下来的12课里,我们要讲的是根据你的特点,你的个性,来量身设计,分享福音的方式,我们会给大家一些实践的机会,我们会讲福音分享中背后的力量,以及这力量,从何而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会讲如何分享你的个人见证,我们要分享的这些内容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但今天结束之前,我想让大家记住一点,神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这很重要。 我想到了十周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将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我们都要成为见证人,一个见证人就是一个见过、听过、经历过主基督的人。 我们想和别人分享的,就是这些。 我们要鼓励大家这么去做,去成为这样的见证人。 我们并没有叫大家去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我们叫大家去做的,实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是的,非常对。 我知道,有些在看我们节目的人会说,这对我来说可不自然,非常别扭。 而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让这个过程变得自然起来。 我们要鼓励大家开始去思考,并为之祷告。 谁是神放在你心里,希望你去分享福音的人。 我相信在接下来几周里,神要使用你去和别人分享福音。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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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